- 大家好 回到法巴大家棧 有Kitty在這裡 繼續 - 也有水晶 阿Lin轉頭就會加入 現在看上半週的市場也不錯 今早衝上去 回一回之後又再走上去 現在升到200點以上 你有沒有操作? 沒有 我都說我最近很乞 - 為甚麼? 因為我沽了一些東西後 他才升上去 - 好 阿Lin到了 - 你好 - 你好 - 你好 - 我們在等你回來 - 你說了甚麼之後才升上去? - 正古來的 - 別提了 - 傷心事 - 傷心事不要提了 我們先說到市場 - 是啊 市場也好一點 - 是啊 感覺上挺好 - 挺好 - 看到市場就好一點了 - 是啊 早上升到200點左右 - 上回16500點的水平 - 週末內地就出了CPI的數據 - 是 - 過去的幾個月 四個月 - 都是一個通縮的狀態 - 嗯 - 即是CPI是負數的 - 反而全球都通脹的情況下 - 我們的東西反而是便宜了 - 嗯 - 但今次是0.7%的一個增長 - 其實就看到他也有說說一些的方面 - 其實物價是升得比較多的 - 嗯 - 譬如旅遊相關的 - 出行相關的 - 機票那些 - 都看到了一個上升 - 九九六一 - 是啊 九九六一攜程 - 還有就是3690 - 今天3690更強 - 是啊 - 等等啊 - 好啊 - 我們看看3690 - 都是另一種升幅比較強的顧分 - 嗯 - 所以暫時不敢撥它了 - 暫時都想 - 就算是都帶著號碼 - 讓它看看升到如何 - 其實之前也試過90元樓上的 - 那一刻夾 - 所以我覺得 - 都有機會再升的 - 如果市場那麼好 - 暫時吧 - 今天其實成交也不錯 - 上半週也有520億 - 但資金樓又如何呢? - 人家看好倉還是淡倉 - 有沒有忍一忍手啊? - 是啊 - 如果之前很快開淡倉 - 都被它夾幾東西的 - 哈哈哈 - 其實如果你看美團的話 - 就算是上個星期 - 其實都是收音足的 - 所以就 - 其實上個星期你看到資金樓的表現 - 其實叫都流走 - 反而大家不算很相信 - 今天如果你說它再升上的時候 - 暫時似乎市場的信心就不算很足 - 但如果回到指數去看的話 -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的 - 市場分16,500樓上 - 但是好倉淡倉 - 我們有哪個即市資金呢? - 看到都是流入的 - 大家都看好 - 是啊 - 因為它升了之後很快 - 買回紅證當然有了 - 但沒想到獲利的話 - 其實好像今天的整體資金樓也算少 - 但如果你看重倉來說 - 其實就是16,000樓上已經坐了不少的持貨 - 上個星期16,000樓上去16,100樓上的位置 - 現在市場上移 - 如果你說真的去看 - 其實都是差不多這些水平 - 因為差不多這些水平 16,000樓上是24、25倍左右的槓桿 - 你說向上多一點 - 30倍槓桿左右 - 譬如16,150樓上的一隻 - 就是514,500樓上的 - 是牛仔來的 - 槓桿就30倍左右 - 嗯 - 這隻就向上移一點 - 拿回槓桿大一點 - 是 - 至於紅證其實都挺想不到的 - 紅證大家比較踴躍的位置 - 其實都是70,000點 - 或者一些17,200左右的這些位置 - 反而紅證就好像比較保守一點 - 不知道是不是怕過兩會 - 到尾聲的時候 - 會不會再有後續的一些消息 - 如果你說17,000點收回的產品來說 - 可以留意這隻的 - 六四七二三 - 萬七點收回槓桿30倍左右 - 是 這隻是萬七點收回而已 - 是的 - 收回而已 - 哈哈 - 是的 是萬七 - 萬七 - 萬七 - 最後給4萬 - 給4萬還要收回 - 還要再多一點 - 還要再多一點 - 搞不定了 - 真是 - 好啦 - 一對指數牛熊就給大家了 - 剛才你也說的就是3690 - 是的3690 - 其實也真的要看回 - 如果是資金流不僅是通訊 - 見到有個流走的情況 - 其實北水過去兩天 - 是的 - 上個星期後那兩天 - 都是流出的 - 但如果是流出的資金量 - 其實它早幾天 - 存了不少的資金是買好倉的 - 其實內地現在說消費相關 - 以前說消費是說買樓的 - 現在說買樓其實都是說金融風險 - 但如果是現在說消費 - 其實都是流下去是一個車 - 是 - 相關的一個板牌 - 之後是旅遊葵城 - 美團有一個板牌 - 之後就是我們之前說的平台經濟 - 大家在網上買東西 - 京東阿里巴巴那樣 - 美團如果你想繼續留意的話 - 有一支21710 - 可以看一下的 - 95元行駛價 - 槓桿有4.6倍 - 看到24年8月份到期 - 其實它的到期來說 - 其實不算短的 - 中期左右的一些選擇 - 但是行駛價又比較貼價一點 - 但做到銀碼兩何半以下 - 都算是適合的一個條款 - 雄正也看到了 - 雄正的話雖然它今天穿過90元 - 但現在回到來 - 你說給10元的空間 - 選100元 - 大位收回就61273 - 七倍左右的槓桿 - 如果你看今天京東 - 9618 其實它最多有升8% - 格外的 - 十分100元 - 跌倒 - 現在它縮起來了 - 3690 - 你看到今天和京東的表現都差不多 - 5%左右 - 那怎麼辦呢 - 9618 還追不追好嗎 - 我也想知道 - 追不追好呢 - 觀眾有沒有看法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 追不追追的好嗎 - 我有證估的 - 真的嗎 - 但是我是很久以前坐下來的蟹貨 - 雖然我沒有移動的 - 為什麼你不買牛口去追充? - 我之前有 - 會衝回來嗎 - 之前我通常在100元左右會買一些小熊 - 我打算它的節奏是100至80元上上下下 - 我之前有做過兩三次類似的操作 - 幸好今次它升級 - 我就沒有買小熊 - 相當賺賺賺的 - 也有賺賺的 - 正估計是 - 沒錯 Lucy說得對 - 但我的96100未入冊樓皇已經有很久了 - 真的嗎 - 很貴賺賺的 - 所以現在它... - 我也是不要提議的 - 所以現在這樣升級 對我來說其實我也沒什麼感覺 - 但我也挺好的 起碼有些起升 因為之前經常去到80元 怕會不會再穿 - 是呀 - 但現在它又升了上去 - 升穿了50天線 - 但資金上面又追到哪邊比較多呢? - 資金其實挺特別的 - 如果你要看回之前的資金來看的話 - 其實9618上個星期五市場有少少不摸得頭 - 是呀 - 因為其實京東上個星期 - 出完業績之後都升得多 - 所以上個星期 - 你看到好倉淡倉 - 其實資金都是流走的 - 大家不算很... - 好好好摸得頭的 - 究竟京東出完業績的消息 - 還可以維持多久的一個對股價影響 - 但比較特別的是 - 雖然整體的好倉是流走的 - 但是如果你再拆分為call和牛證 - 你看到似乎是有些換倉的部署 - 因為牛證其實是牛證它流走的金額 - 蓋了那個call - 如果只看call來說 - call都是繼續有資金去留意著call的選擇 - 其實都有因素的 - 因為京東其實它都升了一部份上來 - 大家都怕它可能回的時候 - 都怕它回得急 - 另外就是市面上有的一些好倉的選擇 - 又可能會離現隔比較遠一點 - 譬如我們這邊的話 - 其實近距離是80元 - 80元真的一個月低位 - 一個月內才去過82元的位置 - 其實它幾天前 - 出業職之前就是這樣 - 是的 - 跌了下去 - 它5號 - 今天一個星期都沒有 - 其實它真的是幾天前日二 - 即是4、5個交易日之前的價錢 - 現在的槓桿就四倍左右 - 80元收回價這隻 - 則是5、7、2、8、9 - 用一枝小牛仔 - 就是4倍ordable - 是的 - fault pressure - 銀河調 牠有瑞 Gaite - 這隻就是牛 - 比較一下 - 比較一下 - 如果你說是銀河調 - 如果我們算是銀河調 - 沒有貼價的 maps - 這個whoGH 120元 20%左右 其實現在一天都升5%、6% 有時7、8% 其實20%多的一個價外幅度 就不算很遠 就是眨眼的事 這個年期也很長 25年1月份 如果你說不小心高位真的摸錯了 其實現在高位膽壓扎心 我擔心摸錯了 擔心摸完之後 它就轉頭了 其實這隻時限的損耗都比較溫和 這2、8、1、9 但當然你很有信心 拍攝了心口 其實比較受歡迎的 反而是20263這隻 130元行使價 但年期就短一點 槓桿去到7倍多 因為現在大家很擔心 它反過來的那個收回風險 這隻就是20263 這三隻其實都是看好的 如果你說真的大家最… 最留心 再加上一隻熊 100元那隻收回了 今天早上 現在就是120元的一個收回價 123元行使價 5、7、8、8、3 3倍左右槓桿 之前100元那隻就比較匯約了 收回了之後 大家現在都有點休息一下的局面 但如果你覺得 看到它現在這麼幸福收窄的一個情況 都可以留意著 今年都不斷說消費、內需 推動經濟的良性循環 再加上公司本身也不斷打一個低價的政策 打完之後還要有錢賺的 所以大家都很看好 那就要打著這隻 如果我要繼續對沖的話 不過我想我不會現在 因為下午就走著 但它升了真的會回 對 我覺得如果它去到 一百零幾 差不多一百元便 我可能會試一點點 因為它三個月的高位就是1、1、3 看看它有沒有真的那麼厲害 可以玩一夜去到那麼上 否則其實可能它也有機會會回一點的 對 看看大家的短線如何部署 好 我們看看另外的那些 看看700 因為… 你也有嗎? 我之前搏了牛仔 因為首先就是 之前的市星他沒有怎樣跟升 然後他又沒有回購 因為快要出業績了 我想看看會不會真的 可能借著他的業績也OK 然後有回購 順勢又帶回市上去 之前他跌穿270元的直播空間 好像也挺大 我覺得 你搏他上去300元 這些都不算很貪心 我想 對 我不知道Lince唱歌 有沒有這樣的看法呢? 如果你說看回700的話 其實就是… 剛才開 大家都在說 大家看著這條50天線 但其實70年呢 自從這一大棍下來 其實他一直都是受制著 這條50天線 如果我開了那隻 9999網易給大家比較一下 那就更加清晰一點 因為如果你看回網易的話 其實股價呢 這一棍下來 別人還要在50天線以下 再下去 都已經是上來的 所以其實就… 某個程度上 市場的跡象呢 有一點點… 現在開始看 因為以前就說 Winner takes all 就是你最大吃光整個市場 那反兩段之後 其實你看到一兩年的一個發展 現在大家反而是看一些 異善一點 好像剛剛我們說的消費 就看京東 然後之後遊戲 其實都多了投資者 去看網易 然後剛剛說 例如旅遊相關 都很多 現在今天就 美團升得挺幸的 但其實如果你說可能一個月之前 大家都是看攜程 會再多一點 所以就譬如 騰訊的話 其實大家就等他業職 是的 下星期就是了 20號嘛 是啊 他通常都是差不多 這些星期三 就是星期中的這些時間 就是你下個星期 你可以等著業職 然後他出完業職之後 又可以炒多兩天 然後才放假 那七零零的話 其實就之前 萬化騰也有說的 現在的生涯就在 視頻號 直播大貨 某個程度上 他都開始慢慢變成一隻 電商股 還有其實現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些 花邊的新聞 現在那個內地 有一個拍戲的地方 也叫橫店 現在開始發展短劇 就是那些付費短劇 之前騰訊也有說 他也會去做一些網紅 去做一些付費短劇 有啊 我朋友給過我看 這些短劇 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然後說那些網紅 一出這些劇就爆紅了 因為太多人追看 還有那些時間短一點 那些人就這樣看一看 看多好看 然後全部都不停追看 它好像是低成本製作 不知道一個禮拜 賣2千萬 差很遠 你拍一套劇 反正說要四、五十集 那個預算又大 但短劇可能一兩天就拍完 可能有很多集 幾個小時 我上Youtube看的那些什麼呢 夾起來了 其實就是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左右 然後剩下了十幾二十集 可能有些剩下九十集 但是其實貼上第一部電影的時間 是啊 所以都是誇張的 再看一些新的業務 對於它的股價影響 另外就是老本行 究竟遊戲方面 有沒有一些新遊戲 或者是之前批的那些遊戲 這些遊戲都可能有受限制 加上現在 都比較難 暫時好像沒有新王牌 都是王者維爾為主 也有兩隻 是嗎 平正英、王者維爾 也有兩隻 是啊 是啊 Colin選擇23037 300元的行駛價 槓桿五倍左右 在二五年的一月份到期 至於 在淡的選擇 紅正這隻收回價都是300元 一個月高位其實都是收到300元的位置 65820 65820 10倍左右槓桿 好啊 一對都給大家了 看看如何 先量度 然後 我們是不是要看一隻爸爸 看不看阿里巴巴好啊 爸爸也看了 是啊 但我看到他最近也有行Range多 我覺得相對比起剛才我們說的 最近少一點人去說他 因為他那個走勢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動作 或者暫時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大家期待著 爸爸的話 其實都是看回究竟蔡同信也好 或者看看高層對於他之後的一個 就是他本身公司的一些策略 有沒有一些新的進展 但如果你看回阿里巴巴 理論上 本身看完京東 就已經可以看阿里巴巴了 因為兩個業者一程一後 你看過京東 然後又是估計阿里巴巴 但是奈何呢 京東這次出完之後 就太厲害了 厲害到大家會覺得是一個 就是 就是 阿姨上偉那種感覺 他也有性格 不過就不是升得很多 是啊 那些專注力去了京東身上 是啊 那你京東 你京東減價 然後之後你本身 拼多多那邊都已經是 海外市場都是做得很強 所以他現在 他既想走海外 然後之後其實他什麼都有做 但是 做完出來 似乎就反而是 同樣大家都是做差不多的東西 走海外拼多多現在就更加出名 然後之後 京東行一個就是百億補貼 最後現在看到那份業 大家又滿意 似乎現在他之前就劍走偏封 把那個故事 或者把那個故事 就拉到去 1加6加N 現在又沒有了那個故事了 所以現在就變了有點尷尬一點的 但是整體內地其實都真的很重視內需 非常重視大家的那個消費 所以如果你說看好的話 其實就高槓桿的選擇 21493 看到6月尾到期的槓桿有去到接近8倍 至於看淡的選擇 這個是700 等等 在這邊先 洪正的選擇 剛才對嗎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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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3 這個叫做的 21493 8元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看一個月高位 其實就76元左右 60341 80元收回價 我們可以看著這隻 如果你說市場再繼續向好 或者兩會之後 或者到尾聲 有更加多消息 你就再向上退 好啊 那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股份 美股 美股那頭 納子 好啊 我記得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對 阿Line也有提到 納子就 其實現在就挺有趣的 你想想 你想想 Anvivia才跌了5% 大家就已經好像 地震很緊張 很緊張 敢不敢好 緊張 還入不入 多一點 我不敢 我又不敢追到這些位置 我好像又太高位 很害怕 所以說這些位置如果入就 一定設定好紫舌 是 但是如果你有貨 足夠貨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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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K.Hole他們 K.Hole好像有 他經常有 K.Hole有 我不知道索索有沒有 但是K.Hole有 他還拿著 總之我看到整個週末的新聞 都洗了板 覺得 哇 血崩啊 怎麼樣 然後你開來看 5%多 港公不是經常有的嗎 是的 對 但是它的市值比較大 所以其實在新聞的角度 就很眼睛 一天一晚 然後就蒸發了 不知多少億的市值 但是如果你說看 你開一張納紙看 就是 都仍是萬八點 留上 再加上 你看到出的經濟數據 上個星期 美國出了一些失業率 這樣的數據 其實都是高過市場的一個預期 然後之後 看回它的那個飛龍數據 亦都是高過市場 本身預約20萬左右 出來就27萬多 雖然有那個回落的 但是就大家都在猜 就是那個減息 會不會是 就是對於聯儲局來講 有一個迫遲 所以時間上 現在都還在猜 6月份 但是你看到 其實先是 鮑威爾在會議上面 有表態 就說 應該都是會有減息的 只不過覺得 可能未必真的 還有他未必很猜到 那個通脹的走勢是如何 但是應該 都是繼續說 可能有減息的一個可能 其實他的態度都溫和了 是 看回納紙 納紙的話 現在就萬八點 這些位置徘徊了一段時間 嗯 但是都很強 走勢 很強 你看到通脹都很好 他也是 是啊 哦 產品選擇方面 其實 投資者比較多 都看回 15-20倍 接近20倍 槓桿的產品 牛蒸 17,500點 49602 18倍 槓桿 至於 淡倉方面 雄正49540 萬九的收回價 槓桿也是18倍 接近19倍 這些位置 嗯 今個星期會出現CPI 大家看看CPI 暫時市場估計 CPI應該是和 一月份持平 嗯 核心CPI 希望多些 可能一些樓 租金 或者看看有沒有其他 比較滯後一點 才有反應的一些物價 是比較受制住這個 現在加的 比較高息的一個 在一個高息的環境上面 是現在才開始減價的 希望核心的通脹 稍為的增長 稍為回復一點點 現在市場就這樣估計 看看最後出來的數據是怎樣 對 留意著今個星期的CPI的數據 然後這個牛熊 一對 一對 對 之後給予一對黃金 好啊 有開始大家在這裏 我看 最金啊 大家都好像 我看 不是啊 大家去銷售金啊 哪裏銷售金啊 在新聞 大家都把自己的 那些 價錢的金 拿出來買 我看新聞 我看見 那些人說 看看他們 這個星期六日 有沒有走到 金店買金 然後就好像 都 不算太多 但是都有人 是啊 那些人說 尖沙咀A出口旁邊那間金店 很多人嗎 是 是這個買金的風向標 因為那裏有很多 是那間金店很大 而且是很多人的 哦 那些人很搞的 又沒有太多 又沒有留意 全香港人一樣 對呀 為什麼那間特別多人呢 我知道 內地有很多 可能做了小紅書 是小紅書 可能做了小紅書的開口 也有可能 對 也有可能的 是啊 總之現在買金也有了 買金 即融了的金也有了 都有了 所以叫做一對給大家做一個選擇 看好的話 就10061 今天的金價其實也有迫近過 2190的位置 所以這隻就有些價內了 但是呢 你看到它今天繼續有4-5%的升幅 它繼續都可以做到一個槓桿 或者是金價的部署 槓桿有接近6倍的槓桿 看到6月份到期的 10061 你繼續看好黃金破頂 因為資產其實都很散開 你看到金 然後比特幣 還有油 也是 反而是 港股就是 都有升的 真可憐 都樂觀的 都有空間發展 OK的 感覺都好像好一點 我覺得是 很陪亂的 如果你是看淡的話 是10062 都很容易記 1800元的一個美金行銷 共分有10倍左右 這個是看淡的 是的 10062 好 然後呢 我們時間金差不多了 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沒有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很多了 很多了 大家慢慢吃飯了 是的 大家抹下 好 要問阿Lin 有沒有持有 常述的股份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下次三個再談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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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之內容 並不構成任何建議 邀請要約或遊說買賣 結構性產品 牛紅症被誘強制 贖回機制 而可能被終止 介紹1N類 牛紅症投資者 將不獲發任何金額 而2R